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超超好久不见了 Hello 很久不见了 Max 你好吗 OK啦 明天就是我妈妈生日 我女朋友介绍我买翡翠 哇 真棒 你知道我的啦 爱国人不懂买翡翠 所以就来找你 原来你妈妈生日 其实老人家都会喜欢绿色翡翠 要是生日的 我会建议买一个售土给她 因为连年益手 又或者这样 买这个鱼翼鸡腸 其实老人家最喜欢就是耳头东西 OK 当然 但是呢 市面上这么多不同种的翡翠 究竟如何才可以选一些优质的翡翠 其实翡翠就分种 色 公 先看它的种质 什么叫好种质呢 例如它是很通透 像这块树叶那样 很通透的 很润窄 我们继续叫做有水头 然后再看它的颜色 那你见到这块树叶呢 它都有些绿色 那现在呢 小小绿色都很贵的了 如果这块树叶呢 全块绿色 又这么好种 就真的很名贵了 那最后呢 就是再看它的雕工 或者是它的商工 那为之呢 就可以衡量到一件货的价值了 OK 其实钱都不是问题 但是反而最害怕的呢 就是你知道市面上很多假货的了 嗯 那究竟我怎么才可以识别一些真和假的翡翠呢 嗯 Mass你问得很好啊 嗯 其实你说得对啊 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多假的翡翠 我们也是把翡翠叫做硬肉 嗯 那就算一些很有经验的行家呢 有时憑肉眼呢 都未必分到真假的 所以呢 最好就像你今天这样 来到一些商熟朋友的店铺 或者是一些比较好顺遇的店铺 那当然啦 你可以叫它出发一张证书的 那什么证书呢 就像这一张天然翡翠的肉石鑑定证书 那就可以呢 衡量那件货 是不是到底是A货了 翡翠呢 是有分ABC 啊 A的翡翠呢 就是说它是全天然没有入色的 而B的翡翠呢 就是说它是加入了树枝胶 而C的翡翠呢 就是说它又加入了树枝胶 又注入了颜色 那这件就不是一件天然的翡翠 也都失去了一种保值的效果 明白 我家里非常之清楚 多谢你的建议 我想问 EBJ是不是老人家才会喜欢的 当然不是啦 其实J呢 年轻女戴一样那么漂亮的 好 就像你那么漂亮那么年轻 我们都会建议 你可以选一些 紫色或者透明的系列 好像这条紫色的颈帘 我试试帮你戴 是吧 果然是 嗯 喜欢不喜欢啊 好漂亮哦 还有啊 好像这些 我们叫做冰种的品种 真的很合适你女友 好漂亮啊 你喜欢不喜欢啊Honey 喜欢啊 可以啊 快点买完它 蛤 买完它 不如买给妈妈先啊 好吗 哈哈哈